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興這個禮拜又看到你們 那現在我們一起同心來祷告 親愛的父親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主謝謝你因為你的愛 使我們今天聚集在這裡同心敬拜你 主謝謝你把你的話語賞賜給我們 讓我們在行走的時候你引導我們 倘末的時候你保守我們 我們蘇醒的時候你和我們談論 主謝謝你 這時候我們要互相來學習你的真理 主謝謝你 你讓聽講的都同盟你的恩典 謝謝你與我們同在 我們這樣禱告 是奉主耶穌的聖命祈求 阿們 我們都知道從剛才講的都知道 其實只要是自然界 自然界我們都 自然界動物我們可以從自然界動物 就去觀察到說 其實動物的反應 他們只要有怎麼樣子 有利益的時候啊 他們就會彼此互相的來爭鬥 然後去搶奪他們的底盤 我們從自然界就可以觀察得到 其實人類 其實我們人也是一樣 所以我們為了保護自己的權利 我們可能也會這樣做 常常會這樣做 然後呢 怎麼樣子 我們會有 因為自己保護自己的權利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糾紛 會有一些不解在當中 然後就會形成不必要的糾紛 有時候甚至怎麼樣 我們還沒有認識別人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我們自己內在所建構的價值觀 我們內在建構的世界觀 平斷一件事情 同樣也會產生糾紛 所以我們可以很簡單的來說 容忍的基礎就是接納 容忍的基礎就是接納 我們剛才從那個陳老師他念的 這一段經文的再往前推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如果有聖經的弟兄姊妹 可以打開來看 他在九章的三十八節 那邊有提到說 夫子我們看見一個人奉你的敏感鬼 我們就敬禮他 因為他不跟從我們 甚至呢 在這個經文的更前面的那個背景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門徒在那裡怎麼樣子 互相是爭說誰是最大的門徒 誰是最大的門徒 可是呢 耶穌在這裡卻怎麼樣子 用一個違反地中海的思想 違反地中海的思想 往去教導他們 因為在古地中海的思想 他們覺得地位榮譽是一樣重要的 可是耶穌在這裡教導他們是怎麼樣子 耶穌在這裡教導他們是 不要成為怎麼樣子 醫治恩師或是權柄的守門員 他反而教導他們什麼樣子 你要去卑微地服侍弱小的人 在這當中去顯示上帝的愛是怎麼樣子 跟這一些人在一起的 透過服侍卑微弱小的人 去成為說神與我們同在 神的愛怎樣在當中運行 那我們剛才鋪層了這麼多的他的前面背景 現在就要接下來看今天這段經文裡面 對我們基督徒可能都已經非常熟悉了 但是對目道友或對初信徒來講 欸這段經文好嚴厲啊 這邊呢子傑他就論述什麼 他就論述說做門徒的代價是什麼 他不只去談論到做門徒的代價是什麼 他在這邊更仔細的他在這邊更提到的是說 耶穌祖的做門徒的代價是有一個 永生的生命跟實現上帝國的旨意 在這當中 從我們的主導文 這如果是基督徒 從我們的主導文都知道說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這就是他對群體的教導 同時呢他也用怎麼樣子 在這段經文裡面有沒有看見 他用身體來去表達他對團體 或者是對門徒的看法 他用了什麼比喻 他用了手足 用了肢體的割除來保全生命 我想今天那個剛才念這段經文的是誠直式 我想這對誠直式的工作 應該是可以完完全全的理解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醫學上 為了要決定 為了要 有必須要做一些決定 來保存我們自己的生命 這是很常見的事情 那肉體的生命有疾病要醫治 那屬靈的生命不也是一樣嗎 是不是 屬靈的生命 肉體的生命 我們都知道是要這樣子 醫治來做保存的做法 那屬靈的生命不也是一樣嗎 這是耶穌祂會願意跟隨祂的人 願意做祂門徒的人 對這一群的群體祂所教導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自傲是我們人性的弱點 同時也落在這一群門徒上面 有時候自傲會使人把那個牆擋住了 會成為怎麼樣子 而且不是把牆擋住了 會區分出特權出來 有時候會阻礙上帝國的工作 在這當中來運行 這一群門徒 這一群跟隨祂的人 他們也許不知道這一件事情 但是耶穌在這裡強調什麼 祂強調的是律己跟舍己的態度 律己跟舍己的態度 去實行善地的指揮 然後我們又可以看到這段經文的後面 他怎麼寫如果有在聖經的話 他們在這段後面 他又更可以看到說 耶穌用了什麼比喻 用了鹽跟火的比喻 作為祂對門徒的情難 我們都知道火在救 這首元是有試煉的意思 那個馬拉斯基書的三章十二節 就可以提到說 他如煉金之火 他如煉金之人的火 如瓢木的劍 我們就可以明白 那像我們新恩的 哥林多前書的三章十三節 也有提到說 將來要用火來誓言我們每一個人的所造的工程 所以在這裡 耶穌去表達是對這一群人 這一群門徒 他們是不是願意面對個人的問題 還有面對群體當中的問題 這一群人是不是願意努力的一起工作 他表達的是什麼樣子 這一群門徒 他可能願意跟隨耶穌 但是有沒有想到的 他是不是願意去面對自己的老我呢 這些人可能願意跟隨主 但是在團體當中 如何去面對和睦的人 就是耶穌當時這一段經文 對門徒所說的 有時候就是也提醒我們 我們跟門徒就是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我願意跟隨主 我願意服侍 但是我們常常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去跟隨基督 但是這一段經文他用火 用鹽來去作為對跟隨者的提醒 當時的那個猶太人有一個規矩 有特別是在限宿 在那個限宿記的時候呢 他們都要去用鹽做調和 然後把他限在 在限集的時候限在潭上面 那這限集的鹽在 其實在如果聖經也可以翻看 那個立位記的二章四三節 就可以完全的表達出來 這個獻祭的鹽其實也代表是怎麼樣 代表跟上帝立約的鹽 其實透過火跟鹽的表達 對我們來講不是也是一樣 透過火跟鹽來練經我們的生命 其實我們都知道那個 如果是那種一般普通金屬 一定要經過火去練它 才會變成是怎麼樣子 貴 都能講喔 才會變成是貴重的金屬 其實透過火這種比喻 透過火這個潔淨的力量 就好像是 其實上帝的氣律 上帝的律法 上帝的氣律可以使我們勝過罪 那這個鹽呢 鹽怎麼樣子 鹽除了脾胃之外 還有彷彿的功能 鹽可能是怎麼樣子 可以使食物它被脾胃 可以使食物被潔淨 甚至可以使食物被怎麼樣子 被防止腐敗 我們都知道鹽這個東西 使食物有不同的改變 使這個食物原本是腐敗的食物 可以不同的改變 甚至有新的生命 其實如果以現在的觀點來講的話 我們基督徒啊 在做當中 我們基督徒不就正向是世上的鹽嗎 對現在我們可以做到有調和 我們可以 在基督徒裡面可以對世上 對我們社會有不同的刺激 不同的典範在當中 我們就好像是一個道德的防腐劑一樣 雖然是小小的 雖然是小小的 但是是關鍵的少數 所以你知道嗎 你就是關鍵的少數 你就是關鍵的少數 鹽可以使食物變成美味 也可以使食物防止腐化 帶來新的生命 所以一個新的生命 就如同我們剛才前面所講的 它可能是除掉自己原本所認為的 老我願意為生 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我想 可能有人在座當中 有人在 有人可能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不認識你的人 會問你說 請問你是基督徒嗎 我想有人笑了 有人應該是有這樣的經驗 在這當中 因為一個真的基督徒 他會帶來不一樣的氣息 在團體 在社會當中 但是我們在這裡 我們可以更深的 來去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耶穌向門徒 還有像現在的我們 做出一個挑戰 什麼樣的挑戰 他最後面他有講到說 鹽 有鹽 但應當彼此和睦 有鹽 但應當彼此和睦 我們都知道鹽 我們剛才有講到鹽 使食物怎麼樣子 使食物脾胃 變成是好吃的 會做菜的人 或者是年輕人都知道說 鹽 恰到好處 是使食物很好吃的 但是過多的鹽的時候 反而是使人家是怎麼樣 反而是使這個食物不好吃 甚至使人是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食物鹽如何去運用 又如何去消化五行 去增加它的功能 這個是廚師要去琢磨的 也是我們基督徒 要去琢磨的一件事情 同樣的有時候 我們在教會當中服飾 當然這不只是在教會當中的服飾 讓我們面對家人 面對我們的職場上的同事 其實我們都需要從耶穌基督的愛跟智慧 來去落實 可是我們覺得這件事情明明就是對的 他怎麼不聽我的咧 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要這樣做 為什麼他不聽我們的呢 但是從我們剛才今天 我們今天所看的這一段經文 其實我們可以更深的去看到什麼 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什麼 紀律 律己 其實是要帶出一個愛 紀律跟律己 是要帶出愛來實習 紀律和律己是要在 它的根基是要在怎麼樣 在基律的愛當中實習 Harmony 和律 不過就是兩個菜 去把它定在一起 在不同的意見當中 去做調和 在不同的意見當中 去見證基督的愛 去見證基督的合一 來做見證 新約在其他的經文也有提到 其實馬可跟保羅 如果是知道聖經的一些脈絡的話 其實保羅跟馬可 他們兩個其實是非常不合的 甚至吵架 但是雖然這兩個他們是不合的 但是他們卻為主做美好的宣教 這不就是主的愛去見證基督嗎 我們都是上帝所拣選的 不論是我們信主多久 但是我們都是祂所拣選的 讓我們從每天領受祂的 智慧祂的愛 在我們生活當中 去行出祂的真理 這是我們一起同心來禱告 好 親愛的父神 向我們獻上感謝 主謝謝你 堅選我們成為你的兒民 主謝謝你堅選我們 向世人傳扬你的福音 主我們感謝你 在我們不明白的時候 你引導我們 在我們不清楚的時候 你就不斷的保抱我們 主幫助我們 在聽你的話語 在尊情的話語當中 主幫助我們成為一個 帶出你愛的力量的兒女 幫助我們成為 帶出愛的力量的門徒 主謝謝你 謝謝你 主有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主我知道 你要用你的愛 來充滿我們 謝謝你保守我們 我們這樣倒倒是 奉主耶穌的身份感恩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知道 不管是你 是信主 是剛受洗的 或者是已經信主很久了 其實神不只堅選我們 所以祂有一個把 一個 祂在我們生命當中 獨特的計畫 棒的計畫都放在我們生命裡面 就是為了我們去傳扬祂的名 那我們都是上帝所堅選的門徒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 你可以站著或者是坐著 來用這首歌來回應主 有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有可能像那些門徒 還不了解 來服侍神 甚至我們在服侍當中疲憊 但是求主來充滿我們 可以用 閉上眼睛 或者是 要站立的 都OK 神聖 Sang 神聖的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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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命接近我 来充满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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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保险吸尽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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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天为我冠冕 再一次 祝我来寻求你的面 求你充满我 来充满我 祝我的鼓励的同在 求你接近我 来充满我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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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保险为我冠冕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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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恩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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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我们要向你说 我们要成为你爱的见证人 用爱来彼此的服侍 用爱来见证 我们是合一的门徒 我们是合一的教会 我们要为这个社区 这个社会 带来转化的力量 谢谢主 赞美你 赞美主 我们这样祷告 使奉主耶稣圣名感恩 阿们 愿神的爱充满你们 阿们